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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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翹 今天要來分享就是 專屬於我個人購物的癖好 其實我什麼都買 買的範圍跟風格也很廣 有就是幾個國外的購物網站 是我多年來都很喜歡逛的網站 一年四季呢 其實我都會收集一些 就是比較不一樣的單品跟評價 而且通常呢是有點浮誇沒有錯啦 買著放著也開心的那種感覺吧 剛好呢就這一大堆 很多人問的東西 這都是 在差不多時間買的 一些 比較屬於配件的東西 好像平常不會用到 但在必要的時候 或是一些特殊主題的時候 就超好用的 很多就是近期有搭 所以這等於半開箱我的收藏品 加上我要分享我 很愛的一些購物網站 好 我現在來分享第一個 這個網站 這個最多很奇妙 或是非常大膽 浮誇的各式各樣的衣服啊配件 每兩三個月就會買一堆 這個網站上呢 我之前買非常多的睡衣 是非常多人喜歡問的 強烈推薦 如果你有任何派對一些節日 或者是萬聖節的時候去逛這個網站 你絕對會有收穫 總之這次買的呢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配件 不一樣的設計在裡面 有沒有 就它跟人家不一樣 在一些場合跟派對的時候 你會就是有跟人家不一樣的配件出現 它又是不會難搭的東西 這次就買比較久了 但我一直沒有分享到 它這個是軟的 後面是鬆緊帶 其實無論在冬天還是夏天 都可以當成一個配件 遮陽我覺得很好用 然後看起來就是又有一種 莫名嘲感 它可以穿透看出去 就覺得很奇妙 大概這個距離 真的看不出來 你真的就是要放在眼前 就是它的配件其實還蠻奇妙的 這個還沒有真的去搭到 因為我配件其實實在是太多了 然後我真的差點忘記這一個 它這一個呢 非常浮誇的配件 它這帽子就是可以變色的 純粹性的感覺最好看 它是有點分量跟厚度 然後稍微有點重重的感覺 漆上不完整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其實也還蠻好看的 它這還可以拆掉 我覺得單用的話也還蠻帥的 這還可以調整 國外就有一些穿搭很喜歡拿來 這樣搭配 或是放在頭上的那種搭配的感覺 可以調整 這個的 它這個很浮誇 但是它戴起來就是 莫名也會讓你的臉就是有沒有 修飾感覺 我個人很喜歡啦 這個要放到後面也是可以 這種配件就是看你怎麼搭 怎麼去玩 這個 然後它網站就是很多這種 比較有個性 又或者是有一點那種 S&M風的那種感覺 其實大的就是之前 我去韓國的時候買的 配我的話 我就想要拿大一點感覺 然後小的話就是給想像用 真的可以裝東西 空間是沒有到很大 但基本一些小東西是沒什麼問題 它就是可以當背包用 如果你不想要太過高調 你又想要有一點個性的東西在上面的時候 那你就來一個很特別的包包吧 然後它裡面可以裝的東西很多所以我很喜歡 然後這也是 很有個性的東西在上面 有沒有很像小時候會看的那種萬花筒 或者是那種毛玻璃的那種材質感有沒有 好小喔 我好像穿不上去 我屁股太大了 好 我扣起來了 但是就是很憋 沒想到它那麼貼 欸 這網站的小賽真的是還蠻小的喔 屁股在旁邊露出來了 好 就是有一個特色在這邊 這個秤裙呢 我在網站穿有看到好幾個顏色 很正式的衣服 然後拿來外面穿一個這個 又或者是裡面穿超短褲的 來個不同元素風格的感覺 總之會有一些Party或是一場合用得到的嗎 太空風格的感覺吧 就是當上半身是要搭那種 比較沒這麼多累贅物的耶 這個網站呢 我也買了另外一個這樣子的褲子 就是國外歌手 MV裡面會出現的小褲褲 雖然我沒有配MV 但是我就覺得有一種莫名吸引我的感覺 可以單穿之外 如果說搭在裡面 比如說透不上裡面 就是我也是會想要拿來這樣搭的 但是我一直還沒有搭到它 買太小的壞處 這個紋路穿完它會變有點皺皺的耶 可是可能穿上 效果也差不多就是它上面剛剛穿之前的樣子吧 因為把它撐開 整片亮的感覺 它是有彈性 還要有一些特殊配件的話 或許就是可以逛在它的這個網站 它的皮褲呢 也是在同一個網站買的 秋冬就一定會想要買皮褲 因為它口袋是這種大的 就會有一種大腿更修飾 然後腿會更漂亮的那種感覺 它是一個裙子 它可以整個拿下去調整它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把它調整的比較緊 然後放在這邊當成一個配件的衣服 或者是當成裙子 這個我之前有搭到 然後我自己非常喜歡 皮邊風格的那種感受 但是我是覺得它是一個很特別的配件 這些特別的配件 會讓我覺得它是有一種藝術創作的感覺 獨一無二的那種心情 襪子 它搭起來呢 就是有沒有 會有星星在上面 的粉紅網襪 而且還蠻舒服的喔 這個我之前也有搭到 然後這一個呢 它就是網襪跟褲襪感的結合 它是有這樣子的 然後我之前也有穿搭到 然後我之前也有穿搭到 先加個腰帶 感覺就不同 然後再加就是有網襪的感覺 OK 怎麼走 這個也是還蠻舒服的 他們網站呢 有些東西是便宜 但是有些東西其實還蠻貴的 品質大致上 有些會我覺得還好不是很OK 但是大部分收到的就是有 有如預期的感覺跟越久越耐看 所以就是一子牙就還蠻喜歡 這個網站 它都會搭配出一些 根本是跟人家完全不一樣的浮誇風格 就對了 有種你在看舞台秀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會去欣賞這個東西 它就是大腿這樣有感覺 如果你去看這個網站的風格 拿來搭一些大家都認為是正常的那種衣服 你會意想不到覺得其實真的很好搭 這之前也是有搭到非常多 我有一陣子還幾乎天天都在用 我搭這個的時候很多是搭短子 或者是搭一些可能比較亮色系的感覺 因為我很喜歡它這個流酥 可以搭的風格其實也還蠻多的 也是可以調整長度 其實我買了好幾個腰包 個人很喜歡小包 就是如果說你是有小錢包的 放進這裡面 手機什麼就是都還蠻夠 手上可以不要拿東西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這兩個跟剛剛前面的很遠 想只是前面有流酥 我買這個是因為它的鏈子 這是可以調整的 所以它身上那個鏈子的感覺 我也很喜歡 然後之前也是還搭滿多的 然後它就是可以再調整 調整它 這腰包呢就是可以這樣揹 或是這樣去揹它 如果說這種穿很緊身 這種腰包其實非常的好用 因為它就是會遮住你的小腹 總之我很喜歡這個 有鏈子就是因為你知道 有一種裝飾的效果在 百搭萬搭的那種感覺 然後再來這個呢 美人魚魚鱗的感覺 對於這個包包其實是還蠻喜愛的 只是目前還沒有搭到它 毛球跟貝殼是它附在上面 我是想要拿來搭 比較帥氣的那種衣服 或是那種 比如說隨性穿一件T恤的時候 我去年整個下半年就是一直在 瘋狂的尋找我 腰包當中 它是屬於比較硬殼的感覺 而且它這個袋子在身上 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腰包上面呢 我比較多會選擇 就是比較深一點的顏色 如果你不是這樣飛 你是搭在這邊 比如說白色或是米色 它遠看的時候 其實它很有可能看起來 會是你的頓服 近看才發現 喔它其實是這個腰包 要找到就是我覺得一看 就很想馬上買的 其實也不是這麼容易 或者是我看到喜歡的 但是就瘦完了 它真的就比較有個性 就是搭簡單的衣服 就會非常非常的好看 就你如果搭牛仔褲啊 這個東西在腰上 或者是像這樣子 一件是整件很隨性 多了一個超感的皮帶在身上 讓整體風格又更不一樣感覺得 串大 就是為什麼 我喜歡這個腰包的人 我也是在搜尋 就比如說兩個三個可以掛在身上啊 但就算小沒關係 我就可以放好幾個東西 比如說是放手機 然後是放錢 綁動紋 紋路 其實做得還滿好看的 也是架口比較可愛的 這樣穿戴的感覺 如果你是在一個剪裁很特殊的 洋裝身上 就是我之前的這個洋裝 剪裁俐落的洋裝去搭這個 洋裝裝本身就很美 但是我就是想要有一點特色在裡面 所以我就打了這一個腰包 然後背後也非常好看 灰色系 有沒有 像這一個呢 它還帶有一點亮亮的 七彩的那種光的上面 就是它上面也是仿動物 它除了流蘇是我喜歡的東西之外 還有金屬配件在上面 它連這個地方 也是金屬 好 就看我的穿搭吧 它的搭法其實還滿多的啦 繞來繞去 然後也可以就是 只當單純的腰包 那總之它就很長的線 因為你可以當腰包去繞 然後再把它固定 或者是 你知道把它 綁在你身上的感覺 也可以這樣子來去固定 它這個線條也還滿好看的 好 這個呢 也是我之前也有穿搭到的 Party的時候可以來用一下 它是一個 附上帽子的 背包 它的背面就是銀色 然後正面就是彩色 看自己喜好囉 有沒有 它的帽子是可以拆掉的 如我之前搭的那個穿搭 它這個鏈子在前面也是一個裝飾品的感覺 我還滿喜歡的 我是搭 看起來好像很淑女 然後女神風的感覺 但是我就拿它來搭這個包包 這環其實也是可以拿掉 我覺得它特色就是在這個東西上面 閃死人的狀態 它是一個就是非常大的帽子 上面就是有動物耳朵 它帽子就不能拆掉 彩色暴龍的 戴起來就是一種臉小 有達到Party效果的感覺 所以我很喜歡 這個也是我之前有搭到的 屬於比較特殊款的那種衣服 它這種就是有點像金屬光澤的感覺 是在台灣找不太到的 真的還滿好看的 跟這一個呢都是在 啊我不是很會念 反正就是 就自己看旁邊 這個光澤感我覺得真的超美的 胸圍尺寸是比較大的話 選這種衣服是比較麻煩的 因為它就是沒有做到很大尺寸的 我很常在這個網站上買 各種比較正式的衣服 或是比較特別的洋裝 就比如說這些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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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都還滿浮誇的 但是我愛 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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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屬於真的是比較偏高單價的品牌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很特殊 這配件其實蠻貴的印象中 好像要接近兩萬的樣子 因為它這個質感非常非常的好 試試看它就是有一些有沒有 像一些那個骨筋在上面 是不是真的舌紋我並不知道 因為我也看不太懂英文 然後它可以讓你的那個腰身變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其實做的還蠻美的 我就是以圖去找各種網站 我還有非常多名單是那種真的很特別的 是那個網站的風格 然後我還沒有分享到 之後再慢慢跟你分享 這個方向呢想要這樣子或是把它倒過來 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 總之它這個放在腰上的感覺 我非常非常的愛 整身黑的貼身洋裝 或是整身黑的西裝洋裝 靠一個這樣子的腰封 超級無比好看 溜溜鞋 不是啦 襪鞋就對了 但它的根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穿上去真的是有點吃力 但是它真的很美 而且很有彈性 亮片呢我覺得還蠻堅韌的在上面沒有掉 因為我有穿過幾次 水鑽絲襪鞋 我覺得比一般的那種絲襪還堅韌太多了 好 它就真的還蠻長的 有沒有 後面呢有個線條 還蠻美的 就是一個直線條上來 遮起來感覺其實也蠻好看的 好這就看我之前的那個窗子啊 這個真的是在Instagram上面最多人問的一雙鞋 就是一種戰鞋的感覺吧 這個大家浮誇的那種穿搭感其實也還蠻莫名的合理的感覺 其實這個網站是我五六年前非常非常喜愛買的一個網站 它中文就是會被叫成壞女孩 那就看這邊 它的東西之前呢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我覺得慢慢有沒有到這麼的吸引我 但是其實我還是蠻喜歡逛這個網站 只是東西可能買的就沒有像之前這麼的多 蠻有特色的 比如說像 有沒有 這個 這即就是動物紋路感 淺的那種膚色 我覺得非常有質感 算是蠻穩的 有沒有 肉腳趾頭的感覺 我之前也是搭了兩三次吧 這也是一雙搭起來還蠻好看的鞋 這也是一雙搭起來還蠻好看的鞋 大腿一半 或是這個距離的那種 是接下來 很多品牌會出的 現在就是大概大一下 破的讓我有夠愛 前面又有破膏的感覺 它後面不會很爽 所以我這件 就開箱完了 就是有波浪的褲裙感在這邊 所以這件也是超多人問的 但是很可惜這個是真的買不到了 修飾你的腰 然後又修飾你的大腿 它爆紋的感覺非常耐看 這件很舒服 好的開箱完了 之後再跟你們分享 就是我打一些特殊配件的穿搭 還有更多就是可能 你知道身上繞來繞去 有這批號我覺得也沒有什麼不好 那是個人喜好 但是就是我喜歡有一些不同變化的 穿搭感 就這樣囉 掰囉